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國務院就公佈了 要免許張曉明的港澳辦主任職務 改任港澳辦分館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但仍然保留政部長級 他的職務由誰來接替呢? 是由政協副主席前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兼任 至於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以及澳門中聯辦主任傅智應 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今次張曉明由港澳辦主任被貶為港澳辦副主任 實情在黨國體制下非常罕見 因為就算要免職或鄧東姑 通常都會安排一個閒職給他做 比如香港中聯辦的前主任王志民 他就被調任到中共中央黨史和民憲研究院的書 研究一下黨史 當然他也是保留了政部級的 不過張曉明就慘了 原來單位的書 做開主任的就被貶斥為副主任 擺明就是具有問責的意味 到底哪件事是導致王志民和張曉明 先後被鄧東姑 很明顯就是區議會選舉大敗 因為在區選之前 整個左仔陣營吹噓著一種風向 說他們才是沉默的大多數 而且民意將會逆轉 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他們就會站出來投票給建制派 而且他們還誤報軍情 使得大陸以為區議會選舉當中 建制派真的會站穩 於是輸得一跌一跌 當然就要找些人問責 王志民主任先走一步 繼而到張曉明主任 到底林鄭是否那頭近呢 待會我們又會分析一下 首先看香港政界人士的反應 港區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說 明顯張曉明被降職 甚麼原因他不清楚 只可以肯定張曉明就是被問責 至於另一名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他就這樣說 雖然張曉明由主任調到副主任 但他仍然保留著正部級官員 嚴格來說 就不可以說是降職 而今次的人事變動 就只是屬於中央在處理港澳事務上的人事改革 將中聯辦主任和港澳辦主任 同列為港澳辦的副主任 令以往各自為政 被視為不咬完的中聯辦和港澳辦重新統一 他還說張曉明不是被問責 今次改動主要都是因為中央政府在制度上的改變 並且醞釀了一段時間 跟最近的疫情或區議會選舉失利是無關的 湯家驊真是非常厲害 明明是鄧東姑 他還說不是降職 保留正部級官員又怎樣呢 現在本身做主任 竟然做了所謂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即是投閒至省 什麼權力都沒有了 擺明就是降職 即是梁趙出的意思 正部級 湯家驊的分析能力真厲害 所以你想想行政會議成員 有些這麼傑出的優秀的人才 香港的管治有什麼辦法 不像一鍋足才行 到底接替張曉明擔任港澳辦主任的夏寶龍 他又有什麼來頭呢 原來他在2003年底的時候 就被調任到浙江省擔任省委副書記 後來升任浙江省的省長 然後再升為浙江省委書記 夏寶龍在2003年底去到浙江時 剛好就是習近平主政浙江的期間 故此他就是習近平的心腹 找回自己人來做傳聲筒 怎麼都好過找一些外人 張曉明其中一件事為人救病的 就是他被人指稱是假存聖子 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我就不知道 只不過有些建制派暗中都是這樣說 現在找了夏寶龍來做港澳辦的主任 到底他的作風又如何呢 原來是非常強硬的 他在2013年的時候 就力推這個所謂三改一拆 就是整改舊住宅區 舊廠區和城中村的改造 以及拆除那些違法的建築 在他主政浙江期間 曾經摧毀超過兩千間基督教堂 以及十字架 甚至乎是整座的建築物 又引發多宗流血衝突 現在找得他這些作風強硬的人去接管港澳辦 都很明顯是圍著23條的立法來做準備 特區政府前排都吹風了 例如這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經說過 說駱惠寧主任提及到國家安全是相當重要的 香港極之有責任就住23條的立法 而且這個立法也是香港在憲制上的責任 而林鄭也有說過 說會審時度勢 謹慎行事 營造適當的社會環境 推進工作 故此在他的任期之內 應該都會推動23條的立法 而且那群建制派的蛙鬼 當然都走出來附和 以及一眾的跳樑小丑 都出來說 23條立法非常有迫切性 沒有了23條 國家安全就糟糕了 所以這23條 相信就是夏寶龍 以及駱惠寧 他們的任務之一 到底林鄭是否那頭近呢 是不是要下班起床呢 金融時報曾經預告過 就說她最遲在今年的3月 就會是拜拜 但目前你又說了一個毫無風聲 已經2月去到一半了 到底林鄭會不會收皮呢 根據那個黨國機制的運行軌跡 照計王志文和張曉明在先後下馬的時候 沒有理由林鄭月娥就可以獨善其身 不過我都說過了 今年又要搞立法會選舉 如果林鄭在3月的時候才辭職 半年之內又要搞行政長官的補選的時候 那就非常麻煩 所以我就認為就算林鄭真的要中途收檔 離任也好 起碼都要拖到立法會選舉之後 或者就在立法會選舉之前的兩三個月 使到張建宗到其時就可以擔任這個 處理行政長官 就可以不用搞行政長官的補選字 不過到底23條這個烫手珊瑚 由誰來接手呢 我就相信林鄭起碼搞定這23條 搞了所有這些髒東西 他才會拜拜的 好了 市民其實應該要做好這個期望的管理 就是什麼呢 就是林鄭隨時都會行人 但是就不要因為他走了 就由第二個補償 就好像變成要燒炮獎普世歡騰 大家千萬一定要堅守一個信念 就是要爭取這個雙普選 行政長官的普選和立法會的普選 千萬不要因為個別的人事變動 而放棄了這個初衷 實情過去 由去年六月開始 那麼多年輕人走出來抗爭 其實為的都是最終極的目標 五大訴求最終極的目標 就是雙普選 其實港澳辦主任和中聯辦主任的人事更替 老實說和香港人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班人最終的負責對象就是北京 就是共產黨 而不是香港人 而在這個小圈子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 就是林鄭 他自己聲稱就說有兩個老闆 一個就是北京 一個就是香港人民 但是官符林鄭的言行 到底香港人民是他的服務對象 還是他的租責對象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所以一個行政長官 如果仍然是繼續由小圈子選舉來產生的話 根本上他就不是向香港人問責 只不過是北京的一隻傀儡 所以也不需要對他的繼任人 就算林鄭真是收皮下台也好 對他的繼任人是有任何的期望或者盼望的 因為這個人 當香港人的利益和北京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 這些人一定會義無反顧站在北京那邊 因為是北京捧他上位的 當時CY下台大家都好像普世歡騰那樣說 相信也沒什麼人可以比CY差 這個人真的對香港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造成了很多的撕裂 在三年之前大家又怎會想到 原來有一個人還可以比梁振英差 那個就叫做林鄭月娥 在這個制度所產生的人 就只有壞人 因為一個好人就算入了這個制度裏頭 也只能夠成為壞人 實際曾俊華所說的CY2.0是沒有錯的 林鄭月娥絕對是梁振英的加強版 只不過就算如果由當時 曾俊華勝出了這個行政長官選舉 又如何呢 就算他不是做到好像林鄭月娥那樣強硬 當北京的利益和香港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 他其實都一樣會照舊站在北京那邊 所以大家就可以預視得到 當這個制度不叛的時候 下一個人只會是CY3.0 再下一個就是CY4.0 香港人的日子就真的難捱了 所以一定要堅持信念 就是爭取真相普選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